可恶 怎么这么倒霉啊 错过了速投 真是乌漏 天风连夜雨 如果就有人 太好了 这边图子 他们有结设计 这边图子 不可不得我 不得我 我 我 这 铁都算了 还让我遇到一个 一点同情心都没有的冷血女人 老天爷 你是不是想故意证死我 谢谢 不够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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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江湖人物 不,是侠女 实在是太厉害了 太了不起了 江湖醒悦了 你自己小心点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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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命,留下火口 他们过去小车 追命,终止他 变成 Comme 对 宣伐 刘安 有 与房子 看 看 看 是 到 盖 谁叫你比我聪明 眼力比我好呢 追命 你想想看 为何曹将军在京城 剥皮凶手就在京城出现 而曹镇一到忠牧县 凶手就在这儿出现 难道那个曹镇 就是凶手集团的老大 昨天晚上 我去找他喝酒 他竟然不在房间里 那间茶楼 离忠牧县并不远 他今天一早 还说他睡得很好 这不是很奇怪吗 那么 今天晚上呢 小猴子 我又来找你喝酒了 小猴子 小猴子 相遇谁 一定不在乎 我的想法 没有 洪将军 你醒醒 有刺客来了 你醒醒醒 我醒醒 你醒醒 他怎么还不出来 这样吧 我上去看看 别急吧 二师兄 你一向都很冷静的 怎么这几天这么冲动呢 从前都是你劝我别猛撞 可是现在却反过来我要劝你 二师兄 早 早 小猴子 昨天夜里睡得还好吗 还好 不过就是有点吵 既然觉得吵 那为何曹将军还能够睡得着呢 军人吧 表阳城可以随时休息 但是有问题得马上起来的习惯 小二 碗筷 来了 那昨晚有没有发生什么危险呢 有问题也被你们解决了 陶将军真是神机妙算 又二位大神不在吗 小猴子 你慢慢吃啊 我跟二师兄有点事情要讨论 好 我看这小猴子也不简单 瞧他说话 脸不红心不虚的 他也不怕我们揭穿他昨晚不在的事实 真是沉得住气 到底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啊 我更在意的是那块金牌到底是什么意思 你确定曹正胸前有一块吗 现在有点没把握了 总之我们一定要想办法把它看清楚才行 曹正他不会让你看的 我觉得他好像有点明白我们的意思 你看他 滑溜得很 每一次都让他跑掉 你说得对 不如这样 怎么样 依我看的 你继续跟着他一起走 就说我有事要回六扇门去 其实我是暗中跟随 就算他没有戒心 也许会让我看出一些端倪 就怎么办 你说他对 再说一个拆掉 那么多拆掉 你这拆掉 一个拆不抢 不得 把这拆掉 你中共走 就是анс准了 我不得了 让中国第一位 等纱了 那一辆 许多章 快 粉丝 你这拆了 我们叉拆了 另外一个被队长抓住 郑儿认出你们了 应该不会 四十四好兄弟自毁龙帽 跳入急流而死 诸位 你们都是跟随我征探多年的好兄弟 我的一切就是你们的一切 我的目标就是你们的目标 你们的存在比我儿子还重要 愿为王爷孝子 六扇门虽然现在查得紧 但兄弟们誓死达成侯爷下达的任务 记住 这是我们的秘密 一定不能让外人知道 另外 你们要抓紧时间 替我寻找那个背上有刺青的人 是 你们走吧 两位副队长跟我来 两位副队长跟我来